另外來回到剛剛那邊 導播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一個也是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真的很有事 日本現在有一個在東京舉行 這是第一次總共兩天 臺海危機的兵推 第一次在日本舉行 臺美日三方聯合兵推 這是日本在去年十二月 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之後 第一次舉行的兵推 這是日本戰略研究論壇 簡稱這個JFSS所舉辦的 那兵推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臺灣有事的時候 日本該怎麼辦 看到沒有 情境要設定一下 2027年中國軍方對臺發動了 網路攻擊 散播假訊息 武力犯台 釣魚島 也有中國漁民或是民兵登島 登島了 有沒有 過程中美軍如何支援 協助日本撤僑 看到沒有 協助日本撤僑 因為這個是在東京舉行 從日本視角去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不要怪人家 第一順位是日本撤僑 對不對 當第一思考是日本人的安全 兵推的結果是什麼呢 日本跟中國達成了停戰協定 解放軍撤出了日本領土 撤出了日本領土 那我們臺灣呢 我們臺灣呢 然後再來看一下 裡面冤警基金會提醒大家 臺美日沒有建立安保對話機制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是日本 這個臺灣有事 日本真的有事的話 到有事的時候才發現 只能夠建立起臨時的對話機制 那可能會相當的不足 記不記得 這在二零九年 蔡英文就不斷的在講 期待臺日之間能夠展開 安保機制的對話等等 到現在很多人不太了解 就是臺灣跟日本這麼好 搞了半天連一個安保機制 對話機制都還不存在 所以立將軍你怎麼看待 日本的危機感 要補足第一島鏈的空缺 還有包括日本的這場兵推 你看這個地方北大東島 北大東島只有四平方公里 上面日本的老百姓 只有六百多個 很小 可是你看它這個位置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地圖的範圍 不夠大 如果再大一點往東一點的話 就是關島 也就是我經常講的就是 從日本 東京 臺灣 跟關島之間的一個三角地帶 這個三角地帶就是 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的重鮮 那一往來講的話 美軍跟日本他們都一直認為說 中共沒有能力穿過第一島鏈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沒有投資任何 上面軍備上面的一個兵力 或者是一個設施的部署 他們現在發現 中共已經有能力 穿越這個第一島鏈 它旁邊 北大東島旁邊 那個島叫什麼 你一定聽過 叫安美大島 我們經常聽到說 中共什麼航空母艦 山東號從安美大島穿過去 宮古大島穿過去 就是從這地方一穿過去 一穿過去就是北大東島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為了防止中共穿破第一島鏈 它開始 現在才開始 在這個地方部署雷達 那在這麼小一個地方 長寬各兩公里的狀況 你部署車載雷達 其實我覺得這個影響有限 那關島以前它沒有 現在美軍自己也在加強關島的 比如說它部署它的薩德系統 在北邊的一點 這個北大領導也在做它的一個 預備整理空軍機場 起降一個空軍基地 所以我覺得這些設施 從這些設施你反推回去 你去研判 就已經很清楚就是說 美國跟日本認為他們第一島鏈 不見得能夠守得住 就是說共軍來講極可能會穿住 所以他們必須要在第二島鏈的部分 做一些軍事上 構築上的一個加強 那日本這個兵推 其實我們台灣這些綠營的陣營 看了以後可能會很傷心 因為安倍大家一直很興奮 對不對 他聽說他移出上過兩天還要來 對不對 然後大家我們這個台灣島上 有一些人很興奮 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他們講什麼事 他日本有事怎麼就撤僑嘛 對不對 日本現在其實它的民意上面調查 尤其是像我們現在叫沖繩 中國把他們叫做琉球 改成叫琉球 那我就按照中國的說法 說琉球這個地方 其實老百姓其實是非常反戰 因為第一 他們是島鏈的一個就是核心的位置 就是匕首的地方 也就是如果說一旦這個美中開戰的話 那琉球一定是當戰場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第二次世界大戰 已經被美軍已經打得很慘 已經死傷 仓皇 慘重 他們感受到那種戰爭的殘酷跟血腥 那在這種狀況下他當然不願意 把他們的家當作基地 那我們台灣自己願不願意呢 我們願不願意你的家 對不對 被當作成任戰的一個公式碉堡 在那邊 我跟你講 台灣講成任戰 我今天講不好聽一句話 你在你們家挖一個碉堡 我要抗擊解放軍 我在我們家窗口射一個射口 堆一個沙包 我跟你講 把你繳械的是誰 你鄰居把你繳械了 對不對 我花了三千萬 買了房子 結果你在這邊 萬一共軍一炮打過來 我不是什麼都毀了 我猜猜什麼都沒有 你的隔壁鄰居 管委會先來把你繳械 把你槍繳掉 你相信我們台灣以後 就變這個樣子 大家不要在那邊 如果說真的是到了那一天 我們因為知道這種情形 不要憑想像 看電視看電影 把那種戰爭變當作很浪漫來看 戰爭是很血腥的 日本來講 你不能怪他 他本來就是撤僑 他從哪裡撤呢 游錫坤有沒有 前幾天從雲納國島 對不對 到宜蘭來 那日本的撤僑方式就是 到宜蘭那邊 從宜蘭的漁港那邊 坐船往雲納國島跑 是最快的 所以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的頭號大使就撤僑嗎 對 就撤僑 一定是撤僑 他不但撤台灣橋 他很可能連琉球的橋他都要撤 琉球的橋他會撤著 就要花六天的時間才撤 因為那邊有一個 加手拿的基地 那如果說你今天你要不要 他們自己就要討論 我這個基地要不要提供給美軍用 對他們來講 如果說我提供給美軍用 一定會被列入中共打擊的範圍 對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演習在東京舉行 這個算數是日美台 但他完全是從日本的視角出發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結論 大家也不用太傷心 這是應該的剛剛好不是嗎 也恐怕跟這個我們的政府 還有政府所宣傳的台日關係 好成這樣 這台灣有事 日本一定會有事 這個有事跟我們想的有事 可能不太一樣 我先講在淡水河口的演習 我看了很痛心 很怎樣 我不曉得是國軍現在是在純粹就是做秀給民眾看 還是說我們現在國軍的這些各級指揮官 連一點基本的戰鬥的這種陣地部署都不會 你怎麼會選在沙灘上面構築陣地呢 那個地方叫死地你知道 那個地方是敵我火力交互的地方 說我們自己炮兵也會打那個沙灘 敵人也會打那個沙灘 所以你只要那邊構築陣地 你根本就是不是被自己的炮火打死 就是被敵人的炮火打死 應該要在哪裡構築陣地呢 我這個地方太熟了 我在這個地方當連長 所以這後面大家知道 旁邊有一個是台15號線對不對 那個公路巴黎那邊 後面就是什麼 後面就是觀音山延伸出來的丘陵地形 你應該要在那邊構築地形 你應該要在那邊花豪鉤構築陣地 你在沙灘上面敵人第一波 不管是用艦砲或者是用飛機 就把你轟掉了 第二波你是被自己轟掉 因為敵人登陸的時候 你是自己的炮兵去打那個地方 所以整個來講 為什麼我說要到那個山上 當然我們現在演習 你不可能去用到冥房 暫時的時候 你可以去用冥房構築兼固陣地 但是以前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挖過陝兵坑嘛 我們挖陝兵坑就是在後面 那個山坡上面 那山坡上面還有什麼你知道 有兼固的水泥陣地 是已經有繼承的陣地在那邊 以前從日據時代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淡水河口 中法戰爭的時候 法軍就是要在淡水地區登陸 然後你去看看 包括流民船蓋在那個 淡水的那個砲塔蓋在哪裡 有沒有去參觀過那個 淡水有一個砲塔 它也是蓋在山頂上 它怎麼會蓋在海邊呢 所以從清朝的時候 人家就知道說你不能在海邊 構築陣力 你兵力不能擺在那邊 怎麼會我們現在國軍 你在沙灘上面去挖壕溝 在山上老百姓看不到 對 就是如果說作秀就算了 如果說今天國軍的素質 連一個選擇陣力都不會的話 看上我們眼裡真的很痛心 那個山 我想像譬如說機槍對不對 打得到打不到 那山頂上打得到嘛 300公尺機槍我可以設計到海灘嗎 我不需要兵拍到海灘 我的破擊炮我可以打到1000多公尺 那我用破擊炮 81炮或者是1200破炮 我就可以打到山頂上 我火力夠得到的地方 為什麼我要把兵力拍到那邊去 這是我的兵力 應該是在掩護在山頂上 做掩護或幹什麼 你演習四重作戰對不對 你既然要做戰場經營的話 你要演練的話 你就要真的當作作戰 我在什麼地方構築陣力 以前你要說不懂不會 你去把以前我們寫的作戰結果 我們把我們兵力部署 拿著再翻譯看一看 完全不合理的一場演習 對 那第二個 當然這是講淡水河口 希望國軍的這些將領 只是在做一場秀給老百姓看 所以說找一個大家 找一個舞台 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來做演練 如果說真的做戰 你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是把自己人當炮灰